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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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哈囉 我們準備要開一個新的節目單元了 這個單元名稱叫做 相機觀點 也算是我們第一次提供 真正屬於相機王自己的內容 這個單元的內容相信會蠻豐富的 畢竟我們的行業別主要是在賣照相器材 前這段時間我們不斷的幫各個品牌的相機廠商 拍了一系列的介紹影片 這個過程我一直在想說 我們好像都沒有提供真正屬於 我們相機王自己的內容 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想說我們就來做這樣的單元 為什麼要叫相機觀點呢 那這部分就會有很多地方可以聊 我們可以提供一些 我們自己的資訊讓各位朋友參考 比如說 相機的下速排行榜 這是我們這一次第一集想要做的節目 或者是針對品牌跟品牌之間 或是相機跟相機之間 去為各位觀眾做一些簡單的分析跟比較 其實這些相機的介紹跟比較 我認為這是比較屬於 真正屬於我們相機王自己的內容 因為這些是我們每天在做的事情 我們每天就是在面對各式各樣不同的客人 所以我們也必須在無法讓客人看到展示機的狀況之下 看到實機狀況之下 我們還必須要給客人一些比較客觀 比較中肯的建議 這部分我們已經做了很多年 所以我認為這部分應該是 我們可以做的方向 請你們大家拭目以待 好好來看一下我們這個節目 或者是如果看節目的你們 如果有更多想要知道的內容 或是對某一台相機你特別好奇 或是你有什麼樣的疑問 你一直沒有辦法解決你心中的問題 歡迎你在下面留言讓我們知道 多跟我們互動 搞不好之後我們就會做出 剛好是你想要的那台相機的一些影片 OK 另外這個節目有一個我認為它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我希望我們可以用一個比較輕鬆的方式 來跟大家做一些相機相關問題的探討 然後甚至可以跟各位網友們做一些互動 那你也可以提供我們一些 你們很好奇的問題啊 或是你們的意見 讓我們知道 所以這個節目我們應該會做的很有趣 當然最重要我們所探討的每一個問題 我們會盡量的去把它的數據化 那數據是什麼來的 就是來自於我們 我們自己本身在銷售上 比如說銷售的統計啊 各方面的統計 然後我們做出來的結論 我們會提供很有參考價值的數據給 分享給大家 請多多想說 多想說 觀眾